20日前香港重置秘書長黃之鋒在臉書透露 接獲香港Apple Store員工的爆料 只公司禁止員工戴上象徵民主運動支持者代表色的黃色口罩 連附有香港字樣的口罩也被禁止 不滿公司的自我審查 港版國安法通過後上至政府下至民間企業 處處進行自我審查 近日香港教育局就去年提出的通事科教科書審查修訂 公布部分內容 發現不僅多處探討法治人權 公民抗命的內容被大幅刪除和修改 六四坦克也被消失 甚至臺灣也變成臺灣省 如果進一步到這個課綱裡面要去做片面的修改 那我想這樣的行為 其實對於香港人來講 其實香港人不會接受 那我還是呼籲港府跟北京 其實應該要回歸到跟香港人民 真誠的對話才有辦法真正解決紛爭 林非凡也表示 香港的自我審查已變成一種常態 而這也是港府與中共企圖去營造的效果 對於這種類恐怖統治的行為給予強烈譴責 新唐人亞太電視王冠霖 陳文廟 葉倫辱 台灣特別報導 新唐人奶昌太田 為興奮ап祝 本創園 twee 吉的 所有 感谢观看